西河反驾 春秋时期 晋国的六亲之手赵俭子 想要称霸诸侯 晋国有窦鸣独与顺华 鲁国有个孔秋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 那么我就可以图谋天下了 大王 我有一个办法 于是赵俭子赵俭斗鸣独与顺华 并把正事交给他们处理 最后又借机杀死他们两人 大王 现已除掉晋国的祸患 只剩鲁国的孔秋 你拿着宝玉锦帛去请他 等孔子上船 船渡到黄河一半时 将其推下 淹死他 是的 大王 子洛 去问问渡口怎么走 是 听说晋国斗鸣独和顺华 被赵俭斗鸣独被赵俭子杀了 是啊 真是没想到啊 请问渡口怎么走 一只向前走就是了 老师 听说窦鸣独和顺华两位大人被赵俭子杀了 太美了 河水浩浩荡荡 我不能渡过黄河 这可能是命运吧 这是为什么呢 君子既会伤害同类 鸟兽对不义之行尚且避开 何况是我 于是孔子没有渡过黄河 去见赵俭子 西河返嫁 我能渡过黄河 我们下后 感谢观看